我们常常都说 生老病死苦 但是在我对生命的解读 生并不苦 死是苦吗 死 其实灵魂脱体 他脱离了这个身躯 他就轻飘飘地毫无痛感 但是最苦就是苦在病的折磨 就是苦在老来心灵的惶恐 身体行动的不变 所以老病的确是苦不堪言 至于是 同样一个生态 都是妈妈怀孕而生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死有各种不一样的 有人从生到老 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 他能渐渐康康地一直到老 而且在这上百年的时间 这个人生很健康 健康的人生是什么呢 这是心灵正常 而不为恶 而不为恶多做善 他们所做了人生的 本分是 健健康康的心 跟心 他的身体和心理 这四人 九八年都是真的健康 一直到中老 当然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到了最后 也毫无病 痛得哭 而且 有的 跟鬼八回 他还是心灵健康 都没有颠倒 看我 我常常要提起了许多的环保志工 看他们 八十多九十多 他们还是呢 喜福 造福 很健康 所以这样的生命啊 就是最好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